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通频道会员功能 点击简介下方的链接加入 解锁更多福利 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男人有婚外情时 99%会经历这三个心理阶段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前几天白云无意中发现了老公出轨了 虽然震惊伤心 但他是个理智的人 并没有大吵大闹 而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可是 这种事若没有个人说说 真的会变坏 而他也不想告诉身边的人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就选择向我这个陌生人倾诉 海云很直白地说虽然老公出轨了 但是他并没有想过离婚 以来自己经济条件不足 以维持现在的生活 二来他的心理上也没有离婚的准备 三来 他虽然出轨了 可是一直以来对他的孩子很好 毕竟他是孩子的亲爸爸 也因为这三个原因 他并没有找老公摊牌对质 他不知道怎么做最好 他问我是找老公摊牌好 还是就当做不知道好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他不想离婚 万一他老公想为第三者离婚呢 这种可能有多大 白银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女人 在遇到老公背叛时想的最多的问题 但是这两个问题根本无法语言 因为涉及到的东西太多 比如老公的性格 行事作风 原配的性格 能力等 第三者的性格 行事作风 以及社会关系 家族联系 孩子问题等等 可以说任何一个因素 都有可能改变事件的走向 但是任何事既然有特性 那就有共性 虽然我无法帮白银预言 他老公未来会怎么做 但还是可以从大方向上分析一二 一般来说 男人出轨后 有三个心理阶段 是必然会经历的 第一阶段 热恋阶段 有人说男人不存在忠贞不忠贞 只看有没有机会 这话我并不认同 可以说 每个男人出轨之前 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纠结期 这个时期 就是他们欲望和理智打架的时候 他们想的最多的 就是这样做会不会 太对不起老婆孩子 自己是不是很渣 很多女人可能看到这里 就想撇嘴 觉得既然这么想 还出什么鬼 但大多数男人都曾想过 还有就是 万一被发现了 老公会是什么反应 他会不会提出离婚 如果离婚 财产要损失多少 会不会失去孩子 会不会被别人唾弃 这些都是他们最真实的心理 当这些心理出现时 他们会暂时按摩不动 但欲望来临时 他们又是这样想的 生活如此平淡 我为什么一定要死守在婚姻里 这世上出轨的男人那么多 也没见怎么样啊 他是我那么喜欢的人 如果错过了 我会悔恨终身 我要不要为自己活一次呢 就算什么都失去了 起码我要轰轰烈烈地爱我活过 当然 既然我们是分析出轨男人的心理 他们最后的原则 当然是欲望战胜了理智 但很多人认为 他们这么做是不在乎婚姻和家庭 那其实是一种误解 虽然在这个阶段 男人的心基本上都在新的感情上了 他简直是重新地进入了恋爱 婚姻家庭对他而言实则无趣 但这个阶段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婚 他不但不会想到离婚 甚至抱着一种侥幸心理 最后家里的老婆永远不会发现 他现有的生活永远不会被打破 他永远不必面对只抱不住虎的那一天 这种心理就好比买彩票一样 所有买彩票的人 心里都抱着一丝希望 我能中大奖 男人也一样 哪怕全世界的男人都被发现了 他也觉得只要自己做得好 永远不会被发现 这样他就可以愚合熊掌兼得了 所以这个时期 其实他是很害怕被老婆发现的 但由于性格不同 婚姻的状况不同 男人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一种是男人出于愧疚 以及稳定婚姻的心理 会对老婆更好 一种是男人由于有了新的情感替补 原先婚姻中的不满被放大 对老婆更差 但这并不是他们希望老婆离婚 而是类似于这种心理 人有时候做错了事 为了避免被发现被责骂 往往先发之人 老婆接受到他对自己的不满 很多会觉得惶恐 对他更加关心体贴 第二阶段 走向现实阶段 虽然很多男人的理想状态是 新的感情如交似漆 家里的老婆永不知情 孩子着重成长 他们也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在走钢丝 采用的大多就是两边蛮 两边红 这种阶段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持续的长短 就看男人的水平 以及两个女人的敏感度 但这个阶段其实并不好过 可以想象一下 提心吊胆的感觉 就是男人最真实的心理写照 但是只要一天没有被发现 他们基本上都不会主动种植 但是三个人的感情 不是男人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人有了秘密 说得谎 多了以后总会有蛛丝马迹 细心一点的老婆 很快就会发现男人不对劲 而另一边 除非第三者就是奔着钱 或者其他目的 不会主动招惹原配 否则他也会有所动作 这两个因素 都是男人不可控的 所以这个时期的男人 开始会变得现实一点 他开始考虑现实问题 例如被发现了怎么办 要不要及时叫停 这种不道德的感情 但在老婆不知情的情况下 主动停止地 比例微乎其微 所以他会开始琢磨应对方案 甚至开始做好两种准备 第三阶段 角色阶段 这个阶段几乎是 每个男人都不愿意面对的 哪怕对老婆已经 一点感情都没有 哪怕离婚想过无数次 他们也不愿意面对这种事 离婚要割离的 绝对不仅仅是 两个人的婚姻关系 还包括多年的习惯 孩子问题 财产问题 朋友圈子 社会关系等等 成绩越高的男人 付出的代价越大 哪怕他最大可能的保全财产 那些无法估量的损失也是存在的 所以 大多男人骨子里并不想离婚 但他们同时又是理智现实的 真到了被发现 甚至决定摊牌的时候 他们大多已经把所有事情都想好了 但真到是不是离婚这一步 感情的因素最多只能算一半 如果第三者没有明显胜于原配的地方 大多男人是不会离婚的 这时候 他们考虑的就是 如何求得老婆的原谅 继续原来的婚姻 当老婆愿意给他们机会的时候 他们会迅速站到家庭这一边 当老婆不愿意给他们机会时 他们会立刻盘算着财产这一块 所以 真正能让他们决定离婚的 一是原来的婚姻和老婆实在太不堪 二是老婆不肯给机会了 三是婚外的女人能够给予的东西 远远超过了婚姻的损失 每个女人都不愿意面对这些事 但很多时候 不愿意不代表不会来 我喜欢白云这样的读者 哪怕他再三和我表示自己很没用 很让人看不起 我并不觉得 每个女人的能力不同 选择也不一样 但能明白自己的短板 不让情绪失控 已经是个难能可贵的特质 远远好过一遇到问题 就撒泼打滚 连日咒骂 却完全不去想自己 真正要的是什么结果 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所以我相信 白云有这种特质 哪怕他遇到了烂牌 也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做到最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夏合天 周美美 鲁玉霞 米亚黄 红心妮 王子芳 黛玉 Sweetbo 凯琳E NG惠敏 君君 克莱尔一辟 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 也能和阿豪 私信交流 期待 与你相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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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